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上海在2010年加入了联合国际奥克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 被授予设计制度称号 这让世界更加了解上海 也让上海设计进一步走向了世界 上海凝聚政府机构 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的推进设计制度建设 通过展会活动 国际交流 人才培育等举措 全方位的推进各领域的设计创新 十年来上海设计的进步与发展 不仅体现在产业规模的增长 更是通过这样设计 融入到城市建设与更新 产品创新 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 以设计为引领 上海在航天 船舶 新能源汽车 时尚消费品等领域 诞生了一大批代表 国际先进水平的设计作品 也汇集了国内外最优秀的设计师会 建成了一大批的地标建筑 十年来上海设计不断融入国际 成为了上海城市发展 一张新的亮丽的名片 上海设计的优秀作品 积极参与海外的知名设计的展会活动 在国际舞台展现了上海设计的生机与活力 与意大利设计的合作我们由来已久 在2017年 上海设计制度促进中心 就成为了首批中意文化合作机制的成员单位 我们与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等城市 有着广泛的设计合作 而TDD项目的启动与实施 为我们和意大利设计的合作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和机会 所以我再次倡议 上海和全中国的设计师 都能够关注TDD的项目 并且在未来加入我们的活动 我也想借此机会 向全世界的设计师朋友们 发出邀请 欢迎你们到中国来走一走 到上海看一看 中国正以最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这里是创业的窝图 有非常多的机会 欢迎您到中国 在这里 你一定能找到用设计 成就自己的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